这个山峰谷是蛊惑迷惑 腐败之一 我们这个时候讲 当然它是不好的一面 应在父母这块 父母有的人出生的这个家庭 不和谐 没有正知正见 这个环境很不好 天地这个时代都不符合你 很苦 比前面那个风山剑那个挂还要苦 因为整个的天地都不当位 该阴的时候它阳 该阳的时候阴 怎么办呢 告诉你还是吉祥的 可以 只要你有勇气 还是有机会突破山川大河 他没有说立真 没有说一定这样 只是告诉你有机会 先夹三人后夹三人 就前面一半后面一个样 不一样 那这个谷呢 同时 也告诉你 是代表着遗传一些东西 因为后边这个有烤字 所以说这个挂 烤代表父亲王 必代表母亲王 那肝腹之谷出遥 这个 就是 不是亲生的父亲 就好像不是亲生的 或者 要不就不是亲生的 一样 很苦 但是有这么个孩子 即使父亲没了 即使父亲没了 也没关系 过程很难 但是结果是好的 告诉你 他会 继承你的一些东西 子成父业 我们讲要的就是这个 主要人走之后 留下来的都是精神方面 物质方面很少 而这个九二指的就是干蒙之后 物质方面 就不可争论 迟早是要消耗干的 即使他 很丰厚 在九二指的 又很阳 再多也不行 人一走 所有东西都是买之物 然后九三 这个 人为 我们唯独就靠这两个 九三六四 两个指的 顶天立地 扭转这个 自己的这个局 因为天立 整个大环境 跟你都不配合 干什么都很难 小有悔 因为很难嘛 对吧 你坚持正道 单位 行得正 做得断 也没有大的过失 人难免犯错 那六四呢 按道理这个 四 应该是 肝母之骨 应该是 母 它用的父 以父代母 为什么 首先 这个 它是阴友 二呢 更多的 我们强调了 都是精神方面 所以说 这个 还是以父亲代表 这个话很难记 我们勉强去推敲它 这个 育父 就是很 宽宇 这个遗传 传下来的东西 很多 我 过分的 去包容 父亲的这些东西 因为 下话已经过了 先假三日过了 而 我还在 不停的 继承它这些东西 守校也过了三年了 好的都继承了 那坏的就不要继承了 你老是这样 就不行 忘了 就是 再往前走 就会 不合时代的标准 而六五 它虽然是阴的 但在阴位 所以说 一般都是 技巧 它可以用玉 看九二跟 跟它刚好相应 二多玉 五多功 所以说 它用它的晚辈 接班人 学生 徒弟 都可以 员工 上九 最后 没有母 也没有父 不是王侯 高尚 其实 我捅破了这层天 这个就很了不起 就是靠我人的努力 其实没有天时地利 我 硬撑一片天 我再 见一片天 这多么的了不起 所以 不是王侯 连 皇帝 老天 我在这个局里面 这个皇帝老天 我都 可以 不用管他们 因为这个天 是不合你的 不合时的 我都不合时的 便宜